欢迎收看富比市地产王 我是陈寅慧 现代人买房选房 喜欢随着捷运而居 但随着资讯广泛的传播 对于建筑品质的要求 可以说是越来越高 因此科学建筑的概念 也是日益兴盛 对于建筑来说 这是实现了科学管理 而对购物人而言 则是建筑履历的透明化 但是对建商来讲 这是利用管理科学的优势 来解决传统工法 为人诟病的问题 而这其中的巧处 就是黄埔建设 最近我们在 前几年我们在推的 就是BIM跟PES 那所谓BIM3D的空间 那所谓的 不管是结构体 构建 管路 机器设备 全部都是三维 改变以往2D图纸 设计施工的方式 因为以前在建构 梁柱水电管路时 容易出现设计的盲点 现在进入3D世代 透过BIM数位科学的方式 从塑膜 初期设计 中期施工 到后期维护 都可以让建筑师或承包商 在虚拟跟实体建筑环境中 相互合作 排除问题 我们希望带给客户的 就是你的房子 是完全经过 妥善的规划 妥善的设计 妥善的打造出来 而不是边做边修正 当然会增高 所有个案的一个直接成本 而且还是索备不值 但是我们看的不是眼前 不是一次性的成本 我们看的是 最重要的客户满意 因为现在的建商 大概可以诉求的部分 比如说地段 这个区域的地段 增值 交通 或者是说生活机能 学区 那些都讲完了 我们大概要回归到自己本身 就是塑造一个品牌力 还有我们推出的产品的产品力 我们不是一直靠包装 建筑品质的进化 才能进一步提升生活品质 也是黄埔建设转股 要成为科学建商的第一步 而为了落实病 还得启动PASS 也就是Professional Engineering Supervision 来提升产品力 并且贯彻品牌力 委托了一个第三公司单位 进行我们现场的一个监督 只属于我们总经理师 他是超展的立场 针对我们所有的图面 规范下去做插合 那平时也兼顾 所以相对的客户的满意度 一定会提高 科技盖房专业监督 黄埔建设打造全方位 安心建筑的同时 还兼顾ESG的概念 屡获奖项也成为幸福企业 我们以这个办公空间来看 大概可以想到就是 水、电、公务车用油 或是什么用质、冷气冷煤 但是我们建筑公司 可以去进行产品的设计 我们有更大的力量 是投注在建材设备的选择 比如说据节能标章的 据省水标章的 那外墙的节能 比如说是肉依玻璃 那可能是太阳能板 或是可能雨水的储存回收再利用系统 那这些都是我们建商必须要负齐的社会责任 黄埔建设也参与公寓活动 举凡路跑进滩 甚至在大专院校举办了设计真稿的比赛 善尽社会责任 实践环境保护的使命 也让黄埔建设真正的蜕变转型 成为科技建商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陈英慧 富比式地产王 我们下次见